大家好,台湾的新的内阁改组,高雄市的副市长史哲接任台湾的文化部长 我昨天说了,史哲在高雄一直推动台独 他是民进党推动台独的背后的主要力量 他也利用他在大陆的关系和大陆的影视圈 你像黄博、徐征这些人替台湾宣传,吸引大陆人去台湾 到了台湾以后,他搞台独 史哲29号凌晨在脸书发文将持续推动 他深信也努力实践的壮大台湾内容建立文化自信 记住,这是首次台独提出要建立文化自信 记住,台湾的文化自信,非中国文化自信 而是台湾文化自信 也就是说,史哲已经向全世界宣布 台湾开始在文化上走台独路线 开始在文化上种族灭绝中国文化 所以他讲的就是壮大台湾内容建立台湾的文化自信 史哲主说过去七年来 大家齐心落实蔡英文总统的文化政见 更积极发展与推广台湾内容 落实在文化相关法案的定定 文化政策推动 以及相关文化展演活动的补助与办理 并在疫情冲击易文产业时 协助与守护受到影响的易文产业 他表示他将持续壮大台湾内容 建立文化自信 壮大台湾内容 要再扩大台湾内容的创作端 内容端 结合新的科技技术 媒体传播环境 接轨大众端 主流端 媒体端 让台湾内容进入生活大众 从2009年高雄试运会开幕式 三太子骑着摩托车登上世界舞台 2022年台湾灯会在高雄的虎爷 2022年台湾文博会台湾的IP 高雄原创 寥寥飘飘河 一再见证台湾内容的惊人 相信当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台湾内容的精彩与动人 将能建立属于我们台湾的文化自信 记住他讲的是属于我们台湾的文化自信 这就是个台独 使者表示 面临疫情趋缓后世界各国解除边境封锁 重启国际交流 目前也有许多团队陆续重回国际巡演的舞台 展会中台湾文化展演的国际推广 台湾文化内容的输出将会是关键 同时避免因为国门开启后文化人才外流 相关预防的积极作为 都是文化部要持续关注与推动的业务 一棒接一棒 此刻接下这棒的他会延续着大家努力的成果 更将继续落实蔡英文总统的文化政见 积极推动文化部相关业务 并与温暖兼任的行政院长陈建仁 院长郑文灿及行政团队一同打拼 不敢懈怠 愿一起作为地上的盐成就台湾文化的光 这非常尴尬 你是盐 你在地上是污染环境的 不要做盐 长点脑子吧 文化不长 你说说这个话多恶心 地上的盐 你是盐碱地啊 你要是地上的盐 幼苗怎么发啊 对不对 那绿色的没了 你是盐 盐碱地能长幼苗吗 台湾人好好动动脑子 文化部长 文化部长 这个史哲也感谢高雄市的前市长陈菊 给予他机会和空间为高雄服务 以及市长陈其迈一路来对高雄 艺文发展的支持与尊重 支持所有创作者 自由创作 让艺术与文化能够住在高雄的山海河港 努力让这些美好成就高雄的日常 这也不知道是台湾的文化部长 还是高雄的文化部长 围绕着高雄一直在转 围绕着陈菊屁股后面转 你看啊 陈菊的屁股后面围了一群小台独 这就是我说的 一个台独 你别管他怎么说怎么想 他最终的目的就是什么 去中国化 杀光中国人 消灭中国文化 在台湾 你种族灭绝中国人 你在台湾看不到中国人了 即使他种族上是中国人 他也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他的下一代也绝对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这就叫种族灭绝 所以台湾是人类有史以来 2300人进行的 去中国化 将中国人种族灭绝的实力 我告诉大家 这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个民进党未来如果倒台了 如果全世界未来联合国要清算这个政党 全世界通缉这些政党 那这个使者 我觉得他作为文化部长 就像当年希特勒的文化的宣传部长 那个哥佩尔一样 一定被全人类进行通缉 民进党在台湾去中国化 就是对台湾的中国人进行洗脑 进行种族灭绝的实证 这个看完台湾这个文化部长的讲话 我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第一点 你看台湾这些台独 在利用中国文化 进行包装以后 向全世界输出叫台湾文化 这也是台湾人最不要脸的地方 这是我到台湾以后 我最痛恨台湾的一点 就是自己没有文化 台湾没有文化 全部来自于中国文化 台湾的庙 台湾的节 台湾的方言 台湾的文字 甚至台湾的玩笑 都来自于中国文化 你看看这行政院长苏文上 动不动就举例中国三国 中国那些成语 动不动举例 都来自于中国文化 但是最可惜的 它来自于中国文化 它要灭绝中国文化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 台湾这些文化部长 对中国的威胁更大 他在向全世界宣传台湾文化 实际上就是在 台湾灭绝中国文化 很多人不理解 他把中国文化 进行包装以后 在全世界推广的 叫台湾文化 这个就好像那个Lunar Chinese New Year 和Lunar New Year一样 他实际上内容 都是中国这个春节 包括对联 包括恭喜发财 包括红包 包括节日的所有的仪式 都是中国的 结果他就不承认 那是中国的 他给你包装了一个 叫Lunar New Year 然后用意识形态 对吧 那叫什么 叫包容 谁包容 你中国人你得包容 我们不能包容 没有见圣诞节 他改名了 对吧 那穆斯林圣诞节 你有改啊 不叫圣诞节 可不可以 凭什么叫圣诞啊 对吧 叫鸡蛋节 对吧 鸭蛋节 鹅蛋节 你凭什么叫圣诞节 他不能改 所以美国人他不包容 让你中国人包容 这就是最可恶的 我今天还要讲 就是那个Chinese New Year 他让中国人去包容 但是美国的那个圣诞节 他绝对不包容 我一定要就叫圣诞节 我要推广我的意识形态 你看中国有好多的 包括官员 包括文化学者 都上了当了 我们要大度啊 是吧 你美国人为什么不大度啊 你想没想明白 为什么就让你大度啊 为什么就让你去掉那个差呢 换成Lunar呢 他把你去掉了 然后里边内容都是你的 然后把名换了 台湾也一样 他叫中台湾文化 其实本质上就是中国文化 什么台湾的话 台湾语那叫什么 台湾台语那叫闽南话 那就叫闽南话 他妈中国一个方言 然后你拿过去来说那叫台语 什么卤肉饭那些东西 他妈说卤肉饭也能叫台湾文化呀 台湾还有啥文化 你告诉我台湾还有什么文化 你独特的文化 除了那个是吧 穿那个三角裤都当布 你还有啥文化呀 那个东西大陆是吧 好几千年前就不穿了 那是绝对你的文化 你牛逼啊 我都扫的 我绝对不穿 你们台湾人穿 那绝对是你的文化 你拿头出手了 是吧 你比这个我们比不了 几千年前 中国人就不穿兜当布了 至少得穿个裤子 折一折 你牛逼 这个我们他妈大陆人真的 跟你台湾没法比 你这个脸啊 这个东西比不了 真他妈很原始 穿兜当布就去他妈电视节了 真他妈决定牛逼 这才是你的文化 对不对 不要脸才是你们的文化 对吧 原始才是你们的文化 如猫饮血才是你们的文化 过春节不是你们的文化 所以我一直强调 你看他在干什么 他在把你的文化包装成他的文化 然后这叫像全世界说什么 这叫我们台湾文化 然后台湾配合着美国一起在全世界宣传 把中国的内容向全世界推广 然后叫什么 叫台湾文化 看到吗 甚至那个繁体字 现在很多外国人觉得 哎呀 这是台湾的特色 错了 繁体字 那是中国大陆的文字 结果被台湾人认为是他们的 台湾人讲 你们大陆用简体字 说我们用繁体字 咱们不一样 错了 汉朝的墓里边就有简体字 中国字 好几种 简体字 繁体字都有 汉朝就有简体字 只是不常用而已 台湾人现在呢 竟然认为繁体字就是他们 我中国用什么 是吧 用简体字还是繁体字 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选择 但是你不能把繁体字 认为是你台湾的 现在很多外国 就是因为大陆和中国 内地就不一样 为什么 繁字就不同 他就不明白 那个繁体字 实际上就是中国的 这就是我说的 他未来把中国的新年 把中国春节 他也要什么 逐渐的冠名 就认为什么 跟你中国不一样 一提到就不能提中国 就提 那叫Luna New Year 台湾现在也是这种文化上 对你的这种种族清洗 对你中国人这种种族灭绝 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特别是海外华人 有些海外华人竟然啊 竟然配合着美国 过那个Luna New Year 我给海外华人讲啊 讲一个道理 你现在你不承认啊 那叫中国新年 你过那叫Luna New Year 你现在不承认 对吧 你是中国人 你不承认那叫中国新年 那叫Luna New Year 所有的亚裔都可以过 菲律宾人未来也可以过 韩国人 越南人 其他的只要长的是黄种人 人说了太平洋这边都可以过 那么有一天 有一天你的后代就不会成为 不会承认那个东西是中国的 就和你 你记住 那个中国新年就和你开始进行分离 你的后一代的后一代的后一代 未来再过这个节 他不认为那个东西和我中国人之间有必然的联系 听懂这个逻辑没有 那么就产生撕裂 就将中国新年 过的传统节日 从美国的这些少数族裔 特别是中国人 印象里面被淡化 被撕裂出去 单独拿出来 把它放在了什么 亚裔这个群体里面 甚至什么 南太平洋一些岛国 他也可以过春节 那叫Luna New Year 这就是美国的一生态 最后呢 他们也认为 我们都可以过 那个节了以后 记住 中国人在美国的意识形态就被洗脑 就单独把中国春节从你的意识形态里面 所有海外华人听清楚 洗掉以后的后果 洗掉以后的后果 就是有一天美国宣布 你过这个Luna New Year 改成叫南太平洋岛国节 也不会有任何一个美国的华人反对了 记住 那个节人家可以改名了 先从你的意识形态里面 把它单独 单独摘出来 让你给你洗脑 你认为它就属于大家的了 那么既然属于公共的大家的 它就可以改名了 以后不叫Luna New Year也可以了 甚至属于所有的南太平洋岛国一些人 属于他们以后呢 这才是最危险的 我告诉你 属于他们以后才最危险 它可以改良了 把你的节日是吧 红包改成绿包 恭喜发财 改成南太平洋的岛国语言 人家有权力改了 因为这不是你的了 那不叫China了 听懂没有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步 先把你和他隔离开 把春节和美国华人隔离开 亚裔获得了授权以后 可以进行修改 可以进行修改了 修改以后 中国春节和你就没关系了 那你说你还剩什么 我就问你美国这华人 你们还剩什么 啊我们是吧 我们是吧 还可以过中国 中国大陆那个春节吗 是啊 那你现在还骂大陆人 为什么叫他Chinese New Year吗 我们在帮你保留这个文化 我们中国人 大陆的中国人 在帮你保留这个文化 而你们这帮海外华人 在自己葬送自己的文化 把自己本属于自己的文化 就像美国圣诞节一样 那属于自己的宗教的一个节日 拱手让人 不叫中国的 让给所有亚裔 未来韩国人一定会改名 我告诉你 韩国人就会改名 送红包人 送白包给你 过春节穿白色衣服 我告诉你 韩国人一定能干出来 所以你的节日 你自己 你都拱手让人 所以我说海外华人 这个亚裔这些人 出卖自己的灵魂 出卖自己的肉体 出卖自己的祖先 这些文化 你现在你还跑到白宫去武士 为什么 中国还在过这个节 所有还叫Chinese New Year 这些人还在坚持 就像三体里讲的 我们是什么 我们就是最后的执剑人 我们在坚持 那叫Chinese New Year 如果全世界都不坚持了 都叫Luna New Year了 中国的新年也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谁都可以去任意的篡改它 发什么红包 发白包了 那说回台湾这些台独 台独也是一样的 他们和美国是一样的 它就要什么 消灭你这个中华文化 从总族上灭绝你中华文化 灭绝你中国人 它要占领你的文化 给你洗脑 所以它利用你的文化 包装成台独思想 最可气的 中国大陆有些艺人 跟着台湾这些人一起混 为了点钱 民族大义也不要了 这是最可气的 知道我在说谁吧 使者一手托起那几个 你看看那几个 黄渤嘛 黄渤 影帝嘛 金马 金马 你看都是使者弄出来的 一个台独教父 把黄渤弄成影帝 看到吗 最悲哀的 中国人 中国有些演员 他可能不了解里边的事情 中国有一些人对待台湾问题 放松了警惕 这是最可悲的 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 总是那么宽容 别人篡改你的文化 占领你的文化 我们觉得 我们要发扬光大 就应该让人家去拿 随便拿 结果被人拿完以后 篡改了 像台独 就是把你的文化拿去以后篡改 然后说是他的 说那是他的以后 你再想要回来 不给你了 全世界都不给你了 只有你自己 孤零零的站在原地 问自己 为什么当初 要把我的文化拱手让人 为什么当初没有一个 像我这样的频道 直见人一直在监制的 那个叫中国文化 那个叫Chinese New Year 那说了这么多 大家知道 我是支持欧亚大陆联合的 欧亚大陆要崛起 一定要反击 昂格鲁萨克逊文化的入侵 从文化上 它要什么 它要边缘化你的 要从你那获取文化 获取所有的营养 然后把你边缘化 昂格鲁萨克逊 不光在军事上 经济上 科技上 一直在围堵中国 从文化上 也对中国进行入侵 所以我说 所有华人 如果有人反击你 说中国必须叫什么 Luna New Year 对吧 中国这个新年 必须叫Luna New Year 你可以质问他 为什么你的圣诞节 你不知道圣母表吗 你不知道圣诞节 为什么不能改名 不知道全世界过一个 没有宗教色彩的节日 凭什么 只能把中国退账 去中国化 以圣诞节能不能改名 人家穆斯林是不是也能过 穆斯林是不是也能过 凭什么去中国化 我最后始终相信 中国文化 一定会战胜 一定会战胜 昂鲁萨克逊文化 一定会在欧亚大陆发扬光大 而且欧亚大陆文化 最终还会是整个人类文明世界的核心 昂鲁萨克逊 他激取了罗马 激取了犹太 激取了欧亚大陆这些文明的文化 最终并没有造成 昂鲁萨克逊 他在文化领域有更多的建树 也说明昂鲁萨克逊是文化的沙漠 最终昂鲁萨克逊因为没有文化 大家从历史上看 占领中原的很多王朝 非常强盛 非常富有 但是最终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为什么 他没有文化 昂鲁萨克逊就是这样 台湾这些台独 昂鲁萨克逊 他怎么样去中国化 最后会导致他自己的灭亡 因为中国最可贵 最宝贵的几千年来 就是文化的魅力 我还是坚持 那叫Chinese New Year 我就做中国文化 中国新年的这个执剑人 只要在我这个频道 你敢留言 那叫Luna New Year 我立刻给你删掉 那就叫Chinese New Year 我就是那个执剑人 美国那些圣母 你可以来攻击我 你攻击我 我就问你 为什么圣诞节你不能改名 让我们春节 中国春节要改名 我就问问那帮圣母 我就是执剑人 经许 你才能改名 你目的 感谢观看